请看立题7 利用三角形的全等性质证明 那这里呢 是有关于直角三角形的 那题目讲呢 它说中间这个ABCD 这个是一个正方形 而且呢 DE垂直EF BF垂直这个EF 也就是说呢 这边两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中间是一个正方形 好了 那它要求证的是 DE会等于AF 我们先画个问号 DE等于AF 也就是说 现在你这两个问号的线段 必须要在两个不同的三角形里面 那这个题目很简单 你一看就知道 它会在哪两个呢 它会在第一个三角形ADE 还有另外一个三角形ABF 你说老师为什么可以知道 可以确定是这两个 第一个打问号 这两个三角形都有打问号的这两段 而且呢 这两个三角形呢 都有一段 正方形的边长 会相等 再来呢 它还有一个 因为它是这个垂直 所以呢 这个角E 这里的角E是90度 这边的角F呢 也会是90度 这有两个条件 这一题最麻烦的是第三个条件 不知道怎么找 不知道怎么找 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第三个条件呢 它比较特别 它也不是隐藏的条件 它也不是隐藏条件 这一题怎么找呢 请大家看一下 假设这里是角E 这边角E 老师先问你 角E跟角E加起来几度 90度 那再来我们再看 假设这边是一个角3 角E跟角3加起来几度呢 也是90度 为什么角E加角E90 因为这边是90度 角E加角E是180 扣掉90 所以它等于90度 角E加角3 为什么也是90度呢 因为中间这个形状 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角A这个地方 正方形的一个内角 它是90度 那所以角E加角3 也会是90度 角E加角290度 角E加角3也90度 那当然我们就晓得 角2跟角3 就会相等 两个角配上一个边相等 所以就全等 全等完之后呢 D1就会等于AF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它最麻烦的是 第三个条件 比较难找 那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先写出全等的格式 这个格式还是一样 在三角形跟什么三角形里面 因为1 2 3 所以会全等 那眼尖的同学会发现说 老师 你这个第三个条件的空格 比较大 因为它要写比较多 那我们先直接来写咯 好 请看一下 第一个呢 在三角形 A D1 和另外一个三角形 A B F 这两个三角形里面 好 第一个条件 叫做这个 A D等于A B 为什么是A D等于A B呢 因为正方形 A B C D 中间那个A B C D 它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正方形的边长会相等 那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 脚E呢 会等于 这个脚F 都是90度 那为什么会90度呢 因为题目有说 D E垂直 E F 还有呢 这个B F呢 会垂直 也是E F 所以它们都会是90度 那第三个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多写一点 来看一下 首先先写说 脚E加脚2 因为脚E是90度嘛 所以脚E加脚2呢 也会是90度 180-90 那再来呢 脚E加脚3 也会是90度 因为中间那个脚D A B 也会是90度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脚E加脚2 等于脚E加脚3 那两边呢 都有脚E 所以我们把脚E呢 把它削掉 可以得到脚2 等于脚3 这时候 我们就会有三个条件 那这时候 有三个条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说 三角形A D E 会跟哪个三角形全等呢 会跟三角形B A F 会全等 那你是用什么全等性质呢 我们来写一下看看 边相等就写一个S 脚相等写一个A 脚相等再写一个A 两个脚配一个边 这个边不是夹边 所以呢 我们就写成A A S 那全等了以后 题目要我们证明的 D E跟A F 就是打问号这两段 就会相等 D E等于A F 这个题目呢 其实它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于脚2跟脚3 这两个脚呢 会相等 那需要转一圈来证明 那这个第三个条件是 比较需要思考的 比较需要写的 所以在这一题呢 我们要学到的重点是 第一点呢 直脚三角形 除了直脚之外 其他两个脚相加 都会是90度 也就是在这个图形里面 脚1跟脚2 加起来就会是90度 那第二点呢 正方形的每一个内脚呢 也是90度 那利用这个呢 我们可以推得 在题目里面推得 脚1加脚3 就180-90 它也会是90度 所以呢 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要找到 另外一种的隐藏的条件 它隐藏的比较深 我们必须要多去思考一下 才有办法找到 这个隐藏的条件 那这一题呢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讲 Komm 感谢观看